港超非常關鍵的一戰在廣州的燕子江球場上演 和虎大埔賽前有35分排在榜首 他們只要這場比賽贏就肯定成為今屆聯賽冠軍 至於富力RNF賽前落後2分排在第二位置 賽前他們亦希望這場比賽重點緊釘對方球伊高沙特尼 由國球製造出來的機會當成是上半場的12分鐘 但是梁樂衡、林志堅等都沒有辦法起到腳 這場比賽在陣容上富力RNF是起用了前科特迪亞奧運隊的前鋒迪布里 在今屆聯賽第二次正選適合他射球 現在拿球也是他的 比賽林志堅再轉給了魯隆的肌肉雲尼 他射球被曾文暉救到但有點脫手 在林志堅到之前幸好曾文暉及時用腳中不踢走了 德湖這場比賽挺忙碌的 由於賽事期間亦有些娛樂 更加去到比賽的尾段 比賽更大 比賽的傳中來自李家豪 斬六點不錯 新組的頭罪頂得太正宗 被周一神救出了出來 黃庫大布里場比賽用了四人的防守 但是一次給對方的反擊 迪布里顯示到他的速度長驅 直進到對方的防守球員之後 面對曾文暉結果成功四合 當時在上半場有38分鐘的時間 比賽更加了一段時間 苦力安F這場比賽也有很多高球 但他們有幾個球員身材都相當高大的 包括謝家強 羅拔圖這邊拿到之後再傳過來 中間整堆人最終頂出來之後 也不是太遠之後 跟著謝家強的手部動作 然後他就是推低了對方 上半場大家的埋身接觸不少 犯規多 停頓亦都不少 上場尾端的時間更加因為充滿的鏡頭 令到庫型RNF的球員頗不滿 執法球證是陸健新 賽事吸引了939人來看 接近一千人現場看球 當然亦有很多是香港作客上對 捧和庫大埔場的球迷 現在是邊市傳中 首先是省多人 再斬過來就是老高的頭槌 頂到彈地球了 其實挺陰濕的 有淡地 有角度 但是周一神這次是救到 其實由於場地的影響 伊告沙托里比賽都很安靜 比他用球的利馬碼碰球不太多 這次機會亦有陳兆軍龍門口 結果連起腳都是右腳彈下去 差一點點 在半場的時間為了加強進攻的能力 和中場的活力 陳兆軍入體代替了兩半鐘 結果都是兩邊的傳中波 當時亦換入了中偉強 75分鐘的時間進來代替了 澤亭鋒增強攻力 結果由他在左邊右路傳中 來到新組頂入 當然了和 其實對於和庫大埔來說 仍然佔有一個主動權 接著新組的玻璃也有角度 但是走進神就夠了 然後李馬的射玻璃一飛衝天 打和了之後 其實和庫大埔也換入了道道進來 希望增強中場的刺激能力代替了牢膏 但機會仍然落在和庫大埔身上 新組轉身的射球成功 成功搞定 今年農曆新年的時候 加入了和庫大埔 這場比賽是他第八場聯創的上陣 第五個入球 可能是今屆港超最關鍵的一個收救 迪布尼這場比賽顯示出他個人的速度 編路當中他再來過 對著對方的李家豪 他出球可惜也被門長曾文輝接了 結果球證在保持五分鐘之後 也是趨現場計 和庫大埔在02年成立之後 他們曾經拿過銀牌冠軍 精英杯冠軍 足重杯冠軍 但是聯賽冠軍這次是第一次 最後教練李志堅也非常非常之興奮 這次上今屆整季的和庫大埔 都是值得他們取得聯賽冠軍 恭喜和庫大埔歷史性成為聯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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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和庫大埔歷史性成為聯賽冠軍